去白天堂肯定不爆 爆你到那裡換錢 但是幾錢可以的 因為我們吃東西要看價錢 今次我的筷子宮終於逐趙了 炒豬腸粉是最便宜的一道點心 打至11元不到 即是10元左右 各位觀眾大家好 現在是下午4時半 我所在位置是江南大道中 今晚和老婆來這裡喝茶 都不算今晚了 我們今天來喝下午茶 就是後面這個保漢大酒樓 因為我們很久都未喝過 我這些特價的下午茶 它是在做4.8節 還記得我第一集 去拍攝飲茶的影片 就是來這裡的 很久在世紀之前 你試試了 面前這裡的例日商業廣場 如果有跟我差不多年紀的廣州人 對江南西又熟悉的 應該來說 江南西就從這裡開始忘記了 如果我沒有記錯 以前在這個位置 就是廣州的第一間必勝客 我忘記右邊還是左邊 總之就是這裡 現在飲茶的地方叫 余軒沙窩粥 即是改了 我們今天不去那裡飲茶了 我們就來對面這裡 叫做保漢酒家 如果我沒有記錯 在榮慶坊附近都有一間 但是究竟是否同一個 我不知道 因為那些名字 很難說有些加個大 又或者是保漢大酒樓 保漢酒家 保漢大酒家 都可能是不同的 而且它寫著 始創1979 另外如果沒有記錯 在始航路也有一間分辨 基本上就是這樣 至於我現在就等老婆先 它在坐地鐵來 這裏是江南西地鐵站D出口 神經病 天下 一開始 有即便 你們還認為那些位置 都有一定有 又不是 走到這裡 有些就植RA 有些窗口位 有些就卡座 座位仍然有趣 我们找到座位分配了一个二人桌 有四人桌和六人桌 不够人当然不能够选择 餐厅位置也多 坐得也舒服 不是那些很传统的老茶楼的感觉 一个小问题就是桌面有一道茶具 有一道茶杯 有点而小 但是问题也不大 没理由两人桌 刚刚在这个时候水也煲好 是这种全自动的 我们先洗好茶杯 这些高呼气 就是这个壶放上去 你一按键它就自己会煲水 冲好水 然后放在这里 它就会感应到温度 现在是100度 就是全自动煮水 然后它就自己加水 但是为何都吐出来了 终于重新来 要揭开过去才行 真是复杂 又来眼花 缘练独餐牌时间 茶市 2日早上7点半到9点 就是全天茶市 下午2点直到收市时段 这里有写 是4点8折 2点到晚上9点 4点8折 还有这里就有趣了 这个是福六寿 这样来寄 哇 更难寄 我们其实已经决定了吃什么东西 虾饺 多少钱我都不寄 因为实在复杂 它们的制度 你要找一个黄点是多少钱 然后再计 就是4点8折 半价 虾饺 我们选了一个 还有糯米鸡 也有 因为下午茶 想着吃多些东西 就不点糯米鸡 鳳爪都不吃了 不得不提的就是 每天都有特价 但是特价点心 所以带一款正价点心 即使我们4点8折 它应该就不可以再点这个了 红富士苹果包 挺有趣 造型应该是像苹果 斑南汁牛扭包 很难读 斑南汁牛扭包 造型 挺有趣 去这里有很多特价点心 都会有的 菲子笑荔枝虾球的造型 好像一个荔枝 其实它是炸过的 一般 反而这个雀龙点心 拼盆 可能更吸引 但是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全部都是甜食 不是说要甜薄餐的吗 甜薄餐 如果是吃甜点 可以试一下 甜薄餐 还有饺子 还有饺子 松涌菌黄饺 应该是外皮 是用一些味道来调制 有颜色的饺子 应该是这样的 好 日色青芥 蘿蔔糕 也有 挺有创意的 那些名字 不单如此 如果要吃饭 还有的 排骨饭 花冷饭 稻油 先看到有人吃这个 沙律串串燒 就是沙律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要甜点 我反而想要这个 我试一下 那个不好吃 那个不好吃 再来 下面还有猪油拌面 它是这样的 用波纹五拌面 真是搞笑 蒜奶糕 咦 我们点了这个 猪肠粉 牛腩 嘴嘴猪肠粉 和头抽炒 两者之间 我更喜欢头抽炒 因为这些煲仔上的 猪肠粉 有时候可能会很油腻 豆腐花 牙油 拿破龙酥 有多少食物 这边是吃粥的 我们点了什么 今天没有点粥 来就到炒菜 一应俱全 4.8节 炒菜 炒菜是原价的 炒菜是原价的 炒菜4.8节 炒菜是很难做的 它写了价钱 就叫了四样食物 这个金额 是未打折之前 即是原价的 等会打折 100元 都不用计 点心 我说一下 未计茶位 5茶位 我估计6元 大厅茶位 卡座茶位 6元 即 即 81元 不是 61元 60元 点心50 惯不得这么多人来吃 现在这个时间5点 早点 更多人 刚才我上来 勺过一下 这时间 晚饭又未到 中午饭又过了 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呢 其实就是有特价点心 送上来的就是虾饺 先头那时不知多少钱 现在是自己钱 打完至15不到 你看我的快志工 他比他更多 就是这样 够大粒 就是他的卖点 挺大粒 不过也不够我的拳头大 很快 新鲜蒸出来 刚刚蒸好 馅也挺好吃的 不过皮就爆爆也正常 你想怎样呢 去白天鹅 一定不爆爆你 要去换钱 但是呢 几钱可以的 因为通常我们吃东西 是要看价钱的 你不可以说 3元和30元是一样的货 是讲性价比 而且呢 15元是有4粒的 不是只有3粒那种 还有里面吃到 有我最喜欢的笋 但是呢 就不算爆汁 大圣代肉够多 蝦够多 还有呢 没有我最不喜欢的笋 我很讨厌那些 不是不是笋 不是笋 是芹菜 是说错 没有我最不喜欢的芹菜 绿色那些呢 笋是有的 笋就喜欢了 来到现在已经过了5点了 我们分配坐这边厅 因为客人就越来越多了 其实呢 很少会有这些打折茶楼呢 我认为环境是这么好的 我记得我上次来呢 应该是这一间 而不是隔壁 我先后 没有评论说 鱼烟的位置 是这一间 那些东西是挺好吃的 如果到早上 我记得上次来 我来到早上 很火爆炸 就是 都是有打折的 那些经理做到 踢了脚的那种 我记得当时 有一个不是太好的地方 就是它呢 它是用那种酒精灯爐的 很恐怖的摆桌面 现在呢 就换了这些 自动化煲水系统 不是叫电磁烟 是自动化煲水系统 很先进 因为 又可以设定温度 我继续吃这粒虾饺 够大粒 好了 另外一堆点芯又到了 这个叫做 虫蛹菌黄饺 它是有 咦 这里有一只 和一只这样的颜色 两只这样的颜色 很搞笑 它的原价24万 打完折只是12元不到 再来 还有这个甜薄餐 原价是28元 打完折只是13元多 14元不到 很甜的 这个是正常的 还有会油的 究竟是不是 我不知道 还有一只 吃剩的虾饺楼 吸吕如的 我先试试这个 这个 这个好像 外表不一 我试这个 这个 这个 夹下去 好像有汁 我的筷子公真的很好 如果老婆夹 相信应该是会爆的 试试这个 一口吃下去 看看有什么味道 那些皮 跟虾饺 没有什么分别 里面的 咸料 是菇菌 因为吃得出 但不是冬菇那种 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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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吃什么 差不多是那种 但又不是很可爱 人生的味道 大猪 跟虾饺 我明显 当然喜欢虾饺 多些 餐厅客人员也越来越多 我再吃多一个 紫色 究竟 这些颜色不同 有什么不同 味道不同 好 咬一口 好像前几天吃的那种 去南海吃的包 撕开的包 是焗起焗出来的 这个包子 包上饺子 其实吃的有多好 它不是只有大 十多元 算是这样 有六只 十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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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需要 有六只 很多人 不用回家煮饭 那些 或者跟朋友 打小鳥 打到晚了 这些最好 最好 而且坐得挺舒服 现在不是夏天 到夏天 这种冷气 绝对足够 是啊 接着来试试这个 这一道点心 其实我们很少点 为什么呢 很多都是会做到 不是少见 是小点 很少吃 通常就是去 开饭 最后的甜品就是点心 是的 吃到饱了 那时 上一道 其实你是完全不想 打包都是不知何时吃的 因为一样 打包 外皮煎过 滑多滑少会有些油 然后呢 不油 中间呢 又会有很多糖 我说不好吃那些 我不是说这个 不好吃那些 都会有这几种情况 所以很少点 就是这个意思了 哇 今次我的快事工终于 逐招了 哇 哈哈 逐招了 很多时间不做 是啊 试过有一次 不是 又是这里 是不是这间 不是这间 不是这个位置 上次在紫行旅 很久之前 吃过一次 还是疫情那时候 就是这个分店的位置 是不是一样样 我忘记了 不做 都是这间 海鲜酒 是的 很脆 是 很脆 好像小时候 阿婆呢 阿婆是会做些薄餐 给我 小学回到她家 回到她家 吃的 那 那当然没有这些餡 这些餡当然没有的 因为煎煎薄餐 吃的 不算油 不算油 真的好像阿婆做的那种感觉 中间有些糖粒的 好 翻转了 做的都挺好吃 暂时来说 对我做这个餐厅 非常满意 唯一不满意 就是将餐桌太小了 所以大家看到我面子这么大 其实餐桌真的很小 老婆在说北京路 喝茶那次 我说回我们去南海 我们去南海喝茶那张桌 是大到 大到是听不到老婆说什么 要深长的耳朵 在这里 就很清晰 我还在就薄餐的时候 这个都到了 我们点食 大家看到了 这个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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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想要厌煮 嗯 摆本还很漂亮 很好吃 这个炒猪肠粉 是最便宜的 毒点芯 打至11元不动 即是10元几毫 茶楼可以吃到 可以 等一下 我先吃薄餐 多够一够 老婆对这个煎猪肠粉很满意 不是煎 为何是炒 好 至于我先吃多一够 这个挺好 真的 而且这些 摆下了真的不是太好吃 不过女人应该会喜欢 今集的味道 算真的挺好 试完这个就知道 不过 以我对猪肠粉的认知 已经看得出它是不会太差 有几种表现 第一个 好像这些 有点煎焦过的 粉太差 是不会有这种情况 第二 第二是很容易夹开的 再来 它有豉油 豉油的颜色 不是很均匀的 就是一个比较美的猪肠粉 最好不要太多油 但这种做法 是不会太多油的 有少少 但也不要太多 但是这一集 拍得最辛苦 这张袋 小得不得了 我喜欢这样做出来 试试 先试试一下 先试试一下 是挺好的 这些粉 一定要减 下面有一点碎 通常 松粉 可能是早上 凌晨时份 做出来的 来到这个时间 还可以保持到 这么新鲜的食物 不会有那种 炒完之后 碎的感觉 难得 不过里面 是有些菌菜 有菌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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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种 放在这里很久 因为菌菜 很吸收油 如果是做好一盘 放在这里 这个就不会 夹起来 油都没有滴 感觉上 挺好 用到它剪开 然后炒泥 有这种质感 很难 很容易夹得开 通常应该是 不要加热 然后切 切 再拿去炒 不要再热 热 热完之后 粉会变得軟 不干 炒 很差 炒出来 会搭着搭着 这些 又不是这样做 最终的买单是这个 62元 有少量打包 给女儿吃 如果你要我吃 我都吃得完 是真的挺好 而且我们 喝得多 点东西都越来越好 不要叫那些 除了北京路那间 我们先后 在上边吃东西的时候 老婆不停在这里说 那间多差 多差 多差 我们走走走 江南西 到现在差不多六点 因为冬天就到 所以天色 黑得特别早 这里又在整路 这里是南村站 对面又是南村 很多同学在等放学 西湾区整完 又对海珠区整 修路 前边 江南西那边 已经整好了 去年到现在 到这边 有时候回西下 都不是一件坏事 但很多时候 电动自行车 就这样走上来 挺麻烦的 先后跟老婆谈 今天去哪里走 其实应该是对面 南村市场走的 家里的雪櫃 放到满都没有必要 多热闹 看见对面 抽枝锋走进去 那几个次 再来 现在电动自行车 特别多 我们有看社交媒体 在这边 和保光大道路口 即是富力可珠城 行人斑马线 绿灯 整成这样 因为这边 一度收工 超级多电动自行车 经过 还有部份 是整成这样 好像这样 从机动车到隔开了 不过有很多 都是不守规矩 刚才我差点 被那个 坐着小朋友的妈妈 差点碰到 不过 幸好它开得比较慢 至于这边 厉害 还有数秒数 还有红灯 我还试过 很久之前 去过一次潮州 如果你闯红灯的话 人行 不是车 它还会拍摄你的大头照片 如果是很过分 它用人面识别技术 是能够找到你的名字 写在那一幅大电视上 很夸张 至于我 走走这边 富力可珠城 我今晚不上去 因为它吃得饱饱 上边都是餐厅居多 但如果回到来 有一个温期福酒家 可以自己试试 都是一些粤赛酒楼 在富力可珠城上 其他地方都是年轻人 这里 江南西路 又是海珠区一个大地标 还有这个 这个弄得这么漂亮 我还记得 早几集和大家说过 今年花市 应该是会回归的 海珠区的花市 就不知道会不会 回到奔江 去年 刚刚疫情放行的时候 都是有花市 不过就是 这里这么长 一路去到地铁站的口 放了几幅画 就叫做花市 即叫做有 很搞笑 相信来到今年 应该会大搞的了 海珠区有没有暴行街 但其实江南西很容易闹 都不用暴行街 始终外边江南西的路 封住了 就不可能的 它不像上下九 或者北京路 北京路以前 暴行街部分 都是行车 现在有其他地方代替到 江南西最多人 不买东西 应该是富力可珠城 应该是富力可珠城 应该是因为有它 所以不需要有暴行街 很多人来到现在 就放行 上边这里 都是很多餐厅 有点像先后礼日广场 江南西的广场 一旧式 都不会很大很大 不像对面 又或者前面那几个 港百新一城 又或者富力可珠城 那么大 对面还有一个餐厅 近期有些大新闻 不知今天有没有开门 我看到是有开门 上了新闻 不知大家知不知 我在说什么事 就在对面 有差不多一个月 就到圣诞节 虽说广州 没有官方举办的 慶祝活动如何如何 但是年轻人 都会趁着这些日子 就出来 跟朋友 集团一下 吃点东西 其实都是一个消费的节日 到时相信江南西 应该会更为热闹 这条街是挺有趣的 又有小食 又有老字号 唯一跟北京路不同 北京路 其实好像江南西这些 这些老字号书菜餐厅 其实并不太多 小食就多 大多数都是做游客生意 如果喜欢吃西餐 对面还有陆恩国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北京路是已经没有了陆恩国 以前在我读的那间初中 华侨中学是有的 现在竟然都没有了 但是回到江南西 其实还有 街道有很多小食 又有吃那些核桃酥 不知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买 我买过一次 都是包师傅好吃些 鸭沫这些就特别 如果各位观众回到 我以前做工的时候 有位同事是从化人来的 女生来的 他很好吃的 从化人特别吃得辣的 他经常会买我 试过一两次 我觉得根本都很难以接受 这里有一间螺丝粉 但是看上去如此多人 按道理这个螺丝粉 应该很爆棚才是 这间算少人 族行如果是喜欢喝咖啡 吃宵夜 以前进来这里就多了 我很少晚上来江南西 因为以前摄影机拍得不好 来拍一下夜晚 其实江南西夜晚才精彩 比如说在小行里面 你可以找到很多 那些粤菜饭店 那些大排档的 而闹得来里面又有烟火器 就是我对江南西的认知 我们不进去了 现在 还有日兴面加 这个应该吃云吞面 对面 连猪虹汤和煎饺 都专门开一间店 看来生意真的好快很多 我还记得我中招之后 第一集就是来江南西拍摄的 当时应该是十二月 圣诞节左右的时候 我还走过那条街 当时在那条街行 不过那天 刚好又是早上 没有人 因为很多人都跟我 当时的我一样 是刚刚中完招的 至于时至今日 当然没事 虽然据闻又好像是有些反复 但是问题都不大 因为一来加上现在是夜晚 如果喜欢小吃的 前面还有很多 老婆就自己走到市场 我走走这儿 看看有什么好东西 可以买回去给女儿试一下 我们终个圈看看 因为我记得前面女儿 说有些东西想买的 我们先看看 这间天池还有开 我记得以前一个是这里 好像在东山口洋 有一间分店 但我不太肯定 在这里拍照 特别像以前那些 硬盘没那么厉害 拍了数码照 都是会来这里晒浆的 很多奶茶店 相比之下 我觉得对比天河城 对面那条街 这里的奶茶店 算少 再来 如果喜欢吃粤菜 一些比较传统一点的菜式 其实再走后边 还有几间粤菜酒楼 比如说对面那样 就会有煲仔饭 很出名的黄扇煲仔饭 这边又继续是卖雪糕 雪人雪糕 正如先头所说 在这里进去 其实才是多好东西 有些 例如这一间 新开的 我爱江南西 广东 这个叫麒麟国茶餐厅 它写 专注月菜三十年 专独家被制的糖醋菊花月 看来挺好的 都是那些年轻的店铺 避风糖炒蟹 那裏有写68元一例 紧限五事万事 又不贵 而且这些坐得挺舒服 半户外 年轻的东西 因为以前 我在这里 经常跟旧同事来吃饭 那时还很年轻 大概是22岁左右 大学毕业无奈 22、23岁 试过有一次中了大奖 就召过来喝啤酒 喝到瘫了 天地不分 这裏又有一间 这裏应该是喝奶茶 喝奶茶也做得这么大 画到公仔这么搞笑 前天还有很多 我们继续前面走 也有喝奶茶 又有 突然间又变回很传统的 信德特色醉我 这些跟我们平时吃的粤菜老饭店 是没有任何分别的 24小时茶餐厅有什么吃 有煲仔饭 挺好的 这个好过鲜狗的喝茶 喝茶就不用吃到这么饱饱 下次可以过来这裏试 如果继续往前走 就会看到这些 这些就是鲜狗所说的 喝奶茶 不要看不旺 这么冷清 其实不是 里面生意都挺多 好像这些 坐到这样 现在几点 正好过6点 那些年轻人好像不需要回家 旁边有大叔奶茶店 这边也有 江南西这裏 是很多面前这种 这样的 饮食的地方 这裏也有 这个 high tea茶室 人是怎样呢 来到这裏 真是挺开心的 因为他们都是 都是 都是 我说的不怕 我都是广州人 没有什么上进心的 你说够不够吃 够不够自己洗 绝对够 但是你说 买屋 老实说 现在这个楼价 这是不可能的 他们都不想背负上 那么多负担 亲戚 他都幼稚 去年 也不是很贵的总价 几几次没有说 看见他都挺吃力的 又要供楼 又要吃饭 这些生活 对于他们来说 所以广州的年轻人 很少会 那么有上进心 就是这个原因 我说的不怕 如果过来 和朋友 吹吹吹 吃吹 老字号粤菜 比较好 有新的店铺 又可以去试 浅少那段时间 去前边吃碟头饭 碟头饭好吃 浅少那些 就和几个朋友 来喝多一杯 挺好的 就算是 对面看看 这个茶档 我看见 6.6圆起 马忌茶档 这些有排座的 有些面包铺 挺优雅 但里面有自己焗爐 又或者 这些小馆 这些应该是吃什么 我都不知道 年轻人特别多 这些是不适合我 我和老婆 我估计 吃东南亚菜 咖喱牛肉 马来咖喱牛肉 43 又或者 蝦 各种都有 再来 又有手工意面 每一款 30份 这个是麦高芬厨房 牛杂意面 真是第一次听 再来还有 日式料理 一人套餐 二人套餐 均可 但这个就看不到多少钱 至于来到这里 其实外面 已经是天池 拍照 店 再来这边 又有很多食物 其实不要看见 它门口 这么黑 很多餐厅 一定要慢慢进来 发掘 因为广州人 很有趣 对于饮食 它是会慢慢发掘 慢慢发掘 逐间施 是很有耐性的 至于发掘得好 就跟朋友说 所以广州人 为何这么喜欢吃 它是很有耐性 去发掘一些餐厅 这个叫做 木居食磨酒 吃一下这些 烤鸡肉 烤鸟 又旺牆 看来做这些餐厅 来江南西 不是 也不是很多人 不好意思 我会继续往地铁站 这个方向走过 对面马路 对面马路相对少些 我们刚才见到的 那些餐厅 各种 至于这个方向走过 就先说 富六海珠城 不是 港百生一城 我们就不过 在这里过去 会合路 这边街 就以小食居多 走入里面 居民楼里面 那些店铺 餐厅居多 都是日式料理 东南亚料理 至于这边 就正如先头所说 就相对传统一点 即使是西餐 都是陆英国那种 如果走到江南新地 就没有以前那么容易闹 我说以前 我认识江南新地 那个年代 江南新地最热闹的地方 都是要回到地铁站 我还很记得 去年我来到 我当时中招 刚好无奈 我见到 他大概在老年园上 就是这里上边写着 我最记得 那四日字 全军覆没 即是什么意思 即是柜台工作人员 全部中招 指引客户去其他的分店 分行 真是搞笑 对面很容易闹 刚才我们也看不到 就是螺丝粉楼上 食韩国料理 好像都开了一段时间 对面又有螺丝粉各种 这里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食猪红汤和煎饺的店 做得这么漂亮 这里才是地道猪油拌 猪肠粉6元 牛腩面18元 又不贵 就是这一种店 煎饺的 旁边就食甜品 再来又有食韩国菜 食韩国菜 所以我想在广州 除了远景路以外 这里也算多 前面街还有几间 在这里走下去 就是青锋大街 我们继续走去前面 就是地铁站 这里也挺方便 不像北京路 其实北京路有个问题 如果你们不太熟 你很容易会找不到地铁站 即使去找到 它的指引写得很远 江南西里不同 你记得大概方位 就可以找得到 至于这里就是陆恩国 下次不知有没有机会来这里 试试 到冬天 有很多这些衣服 又有寶生园 寶生园 原来卖什么呢 现在在分店店 卖蜂蜜 蜜糖 分店以前很多家附近 都有一间 再来 连香楼 夜晚 可能不需要在意 闹得多 我对上一次夜晚来 都是和老婆匆匆走过 去坐地铁那种 大家看见 一定要小心 所以回到 再来就是这个 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去吃 看一看一看 看一看一看 整只走出来了 听说 都是有人吃的 那一刻才有趣 整只 对 还有鱼蛋粉 强家 卖爆 再来到这里 就已经是 富力可珠城 就是我认为 江南西 除了你要吃那些 很隐世的 日式料理店 那些 就真的是 富力可珠城 最容易闹 我这里还做了一个 碧水瑶溪 我这里可以走过去 新市场 不过走很远 里面是一条河冲 应该现在做得很漂亮 还有在富力可珠城的后面 是有些地方 让年轻人坐在那里 喝咖啡 又有的 如果我们有同女来的话 一定会上去吃寿司 其他地方都不选 还有在对面鲜头 我们喝茶的地方 走过去 还有当牛杂 当都是不错的 基本上 对我认知 在江南西这边的美食 大概都跟大家说过 其实还有很多 比如在江南山地下边 来到近地站这边 都会有很多 挺好的餐厅 但都是以小食居多 如果是要吃粤菜 或可能上去楼上会好些 那边要吃 我会吃 挺好 看不见 太多了 危险 我这边 不见 太多了 都可以 我和他们说 那边 我都没有人说 我就不见 那边 多東西玩、多東西吃 又有人在唱曲 要入富力好像要這樣 大家知不知為何 因為慎防電動自行車衝進來 佈置到這樣 那些車便不能飛進來 挺聰明 到了大時大節 農曆新年 在我們面前亦會有一些雜事 不過通常賣的東西都是大同小異 賣毛公仔、烤魷魚串 反而後面這裡 應該做得越來越漂亮 現在過去看看 我都來吃過一次 那時沒有食物就沒得說 現在看上去這裡挺好的 如果來到富力海珠城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B區都有食物 它兩邊都有 它不只是A區、B區 B區應該是左邊 又有翠華、又有海底撈 A區就是這邊的近地鐵站 多些 不過這裡又有飲食的地方 這樣坐在這裡 跟朋友吹水 自己玩玩手來電話 喜歡 因為戶外影響不到人 又可以呼吸一下新鮮的空氣 挺好 因為我AIMSTAND 怪不得了 這個不停 今集影片到這裡結束 現在只不過是6時半 不要看天色那麼黑 下集見 分享這段影片給朋友 有朋友,又或者幫我點個來 下集見 我女兒的晚餐 老婆說的耳甲太美 為什麼只有這麼小 没有的 这个被我吃了 已经吃了一只 至于这两只蛋汁 10元一只 少了脚 少了脚 脱头脱骨 不是死的 眼睛还吹泡泡 因为先后 天黑去买 喝茶打包的不够饱 我现在已经开始 没有了 那我的乳鸡吃不吃 现在我们打开蟹 刚刚熟好 很热 之前有观众说 为什么我们经常去买菜 不拍摄 懒 就是懒 没有其他原因 今天趁着开这只大杂蟹 拍摄 其实平时也有拍摄报 没有了 不过不多 看 好热 10元一只 有8元 8元那些脚脚更多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8元的 这些价值只能够 看到你这么黑 看不到 应该都不差 今年这些大杂蟹是 是季节 是当做的 大杂蟹这一样东西 10元 以前这些几十元 也可以 可以 10元 这些 这些 这些是无情铁手 你煮开饭也是这样 看着做什么 你整天做出手 你整天做出手 这些可能不一样 这些没那么漂亮 这些什么 不是吧 不是 那些 泥 泥 很骗 越骗越漂亮 对 它专门 去吃泥里面的微生物 还用厨房纸买一下 好用的厨房纸 大家有没有看我的影片 知道厨房纸在哪里买的 你记得厨房纸在哪里买的 我记得 三水 在外地买的 三水 顺便买卖 在地铁站 正在地铁站 那边的 永旺吉之旅 哇 好热 好热 这只蛮蛮 没有鲜头位置那么好 但是你都 对得起10元这个价钱 哎 后期有当13元 都可以 可以 10元 后期有当13元 那些高价很漂亮 哎呀 不如走到进去才看到 特别是走到天黑 又 不是天黑 是在门口那里买了 因为那个字懒 很战略性的 你呀 后期你才看到的 你怎么知道 好 开箱完畢 剪完这只 剪完这只 其实都可以 可以的 可以的 挺好蒸熟的 不知道 熟了吧 熟了吧 未熟再蒸一下 再蒸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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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